妈祖生日竟然有嫌犯选在这天偷窃妈祖的金牌了 就是在彰化鹿岗天后宫 一名男子趁着庙方不注意偷窃妈祖身上金牌 幸好及时被眼尖的宝拳发现 拿着棍棒一路追打 半夜12点多这两名宝拳突然把腿就往神坛的方向跑 原来是由小偷入侵偷金牌 不过金牌还没到手小偷就被发现了 飞眼似的往外逃 大步大步跨越池塘边的矮墙 保全也在后头奋力往前追 一把扑倒才终于将嫌犯制服 说到这名小偷还真是狡猾 庙方调阅监视器发现嫌犯下手之前 还先到寺庙勘查地形 戴着口罩手拿竹竿移动监视器的镜头 就怕行踪露险 差点被偷的就是这尊金生妈祖 安坐在鹿岗香火鼎盛的天后宫 说巧还真巧 小偷就在妈祖生日的晴晚 基于神像脖子上挂了金牌 半夜潜入要偷来变卖 陆港天后宫第一次有小偷潜入 庙方不敢答应 已经把妈祖脖子上的金牌拿下来 还好嫌犯没有得手 否则捐赠金牌的信徒恐怕要伤心难过了 中信公益的徐毅玲彰化采访报道